经济发展是台湾的命脉 稳定的供电是所有商家的生存关键 以台北市现在的状况就是限电的进行事 就是缺电 台北市长候选人黄深山电视辩论会上强打台北缺电 更说近两年限电暗供22件 但这说法遭台电反驳 黄副市长他也是市府团队的一员 他如果对这个议题不了解的话 其实他可以跟市府的其他的那个相关的局处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当晚也直播护航黄深山抨击台电 但时间来到松湖变电所预定地 台电当初规划在台北市内湖区这一处设置了松湖变电所 而根据他们表示从民国八十七年开始 就有持续跟北市府以及当地居民做沟通 直到二零一九年才决议将松湖变电所的设施地下化 台电公司强调变电所距离民宅九十二公尺远 从民国八十七年开始历经二十多年时间 二零零二年就向北市府固定 二零一二年开始到现在十年时间 开过三次都会审议超过七十场小型会议 两场超过两百人大型公开说明会 在这边很多年就对了啦 二十一年前有刚开始到现在就在我们旁边那边啦 里长有讨论好几次的啦 议员什么都会开会呀 很少事情啊 台电就是说这边的人都不能就是反对啊 松湖变电战士他们从来不跟居民共通台电 到现在为止他们解决不出台北市有关限电的问题 打不出来就只会扯松湖变电所 党地居民领长都表示多年前一直都有开会讨论 但黄珊珊的说法也遭北市议员痛批 装睡的人叫不醒 黄珊珊是装睡的人叫不醒 还是恶意操作这个议题 让台北市民对台电对台北市缺电有误解 台北市缺电问题选举期间遭冷饭热炒 台电公司回应尊重他的说法 但人觉得很遗憾 三地新闻曾建讯洛派于台北采访报道 凌榜 整顿 Informationen 里�武